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我们了解的民间的数据 因为我的家人现在还在武汉 有很多亲戚朋友都在武汉 所以了解的实际情况 包括民间的一些途径了解到了 实际情况 感染人数和死亡病例人数是远远大于官方的数字的 这也是为什么官方决策比较慢 然后知道这个情况实在控制不了 才去呼吸代价的封策 除光是武汉市封策 很快就是48小时左右 整个湖北省全省除了神冬甲邻居 因为人家机场没有工作之外 全省就封掉了 所以已经是为时已晚 我个人以为是为时已晚 但是采取的措施 如果说后面更得上了还可以尽量把这个数字放到最小 主汉市现在除了信息不公开 不透明之外 医护人员是严重不足 然后医疗物质也是严重不足 很多病患根本没有得到有效的救治 确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说10万人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去看医生的话 看发热门等 因为有些人是感染病毒 有些人可能是正常了这个中间的灰道感染 但是如果大家疯狂的因为恐慌引不在医院去的话 很容易造成二次感染 其实非常糟糕 所以说我个人是同意 这个武汉市政府决定说封城这样的一个决定 但是晚了 如果早10天可能会更好 但是如果封城之后它会有后续的问题 我们知道封城的第一天 整个武汉市的股价一下子上涨 几块钱的白菜 败出几十块钱 虽然第二天这个股价就暂时平息了 我们想了 现在是春节期间 春节期间让大家估计半年在家里过一个特别的春节没有问题 但是很快就面临 比如说到差不多二月五号吧 就是正月初六 初八 这个要上班的时候 我觉得政府到现在没有一个预案告诉大家 如果决定继续要封锁到什么时候 早一点的时候决定告诉大家 大家心里有底 老板医更好安排自己的生活 如果大家备合政府这个决定 虽然是很晚的决定 政府也很多过失 如果大家在家里进行自我隔离的话 能有效的减少这个传播 还有尽量的避免这个二次的传播这样子 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目前武汉市政府我认为说他们政府的管理能力 包括资金的准备 物资的准备 人力物力的准备是完全不足以印第这场危机 如果中央政府还是不给予更大力的支持 或者外界不给予更大力的支持的话 其实后果是不看设想 这是在病患这方面 他的疫情还没有到高八的时候 高八的时候未来两度可能是一个小高峰 另外我想提醒的是一个担心 非常担心 外界关注比较少 就是说老百姓在家里 待七天左右的时间 现在家里因为过年费了年货 正常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说你出发 当开始那个股价没有控制住 就是供应出问题的话 会非常麻烦 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冠这个肺炎而死 可能还有些家庭贫穷的这个市民的话 可能是因为最后饥饿而死 这一点 华安市政府希望他们采取一切有可能的措施 要调配这些资源 这些物资的采购 配送 这些安排 必须要安排 如果有资金的话 我希望他们是免费的向市民提供 这个工程期间的基本的生活物资 包括粮食 蔬菜 柴米油盐 这些基本的 还有一些病患需要一些紧急的药物 不然的话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谢谢 好 好 那么大家刚才听了这个秦伟平先生的这个整个他的一个这个看法之后呢 我把刚才啊 因为刚才开始直播的时候呢 声音有些问题 再简单说一下 因为现在是春节期间 这个ACM呢 临时调配 我呢 是也是临时来到办公室要做这样一期节目 和秦伟平先生之前沟通之后 这个决定了这样一次直播 本期直播的主要内容呢 还是围绕着上午啊 我们直播的那个内容啊 因为没有展开 就是如何面对 如何帮扶 留在 被封城的 留在湖北 甚至于留在整个 留在武汉的这些同胞 还有就是离开了武汉 离开了湖北 到了其他外地的这些武汉人 湖北人 我们大家应该怎么样对他们进行帮扶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我想继续展开这个话题 那就刚才秦伟平先生说的这个几件事情呢 我想说一下 我们已经看到了 政府现在已经对外公布了 就是整个假期要推迟两周 推迟两周 这是正月十五之后才 我觉得不只是正月十五了吧 应该都是 两周的话十五天 五天 本来咱们国内放假是七天 十四天 增加十四天应该到什么时候了 我觉得这个正常的话 至少得封一个月 如果可能的话封三个月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如果说你全功尽弃 你以为控制住了 然后有二次爆发的话 这个代价实在太大 已经花了那么多代价 这个对政府的管理能力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保持非常怀疑 所以要鼓励我们的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要自己自我救治 自救 然后就像我们一直鼓励的 大家在家里要存有个半年的两次 可能这个时候会不太一样 当然如果现在你还没有准备 会为时以晚 谢谢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显然我们看到咱们国内的政府 不光是武汉政府了 可以说整个中国的政府在应急处置 公司这方面的管理能力水平是极差的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包括广东那边也发来视频 就是也在抢购粮食 整个这个超市也已经打成麻了 因为汕头呢 它是它是昨天 就是咱们的今天 咱们的昨天已经通知要封城 然后呢过了几个小时之后 又通知说不封城了 即便如此 很多的市民还是到各个超市去抢购 那也就是说封城当然是应该做的 甚至于应该提前做的 但是提前还应该做的事情是封城之后的物资的配备 对 这个非常重要 对 就像你前几天直播讲的 政府要提供免费的 甚至或者是平价的物资 除了食物还有其他物资 也正像你说的 因为刚好现在是过节期间 因为春节大家都采购了很多东西 现在在家还有的吃 那如果是七天十天之后 没得吃了 这就是个很大的麻烦 当然我们说的这些是自己日常的 这些食物和一些物资 其实还要想到的是 这是个疫区啊 还应该配备什么物资 应该是防疫 自救提供的一些物资 你比如说现在整个网上 有些专家在提这个高温 对这个病菌的活性是有打击的 这个是不是应该给很多市民 包括医院啊 医护人员提供 供暖啊 就是加热的这些什么褥子啊 电热毯呢 或者是电风扇呢 这种加热的那种啊 还有我也想到 这些东西不光是对武汉 对湖北疫区来提供 也要对什么呢 大量的发现已经湖北这边 已经出来的人所到的地方 比如说我看到河南洛阳一个村子 人家家他妈回到家了 把人家家拉个横幅给封上了 他没有想到的是给人提供物资 封上就意味着就是你去死吧 这种非人道的 这种我们中国人骨子里面的这种东西 经过这样一次灾难 全部都爆发出来了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对封上的这些家人 如果只有两个人感染了 其他八个人没有感染 是不是让他们互相感染 他妈全死啊 另外 当他们知道 你们逼着我死 逼着我们全家死 那我们难道就不可以通过垃圾 通过各种排便的这些管道 把我们的病毒输出去 我们也让你们死 所以自上而下 上到中央 下到他妈村一级 都没有应急的这一套机制 这是我们中共这个政府最缺的东西 你也是在体制内干过的 我也是体制内多工作 我没有在体制内干过 你是在国内也是工作过 我在中国生活 我知道中国的情况 你刚才提到的 这个是我们最担心的 疫情病毒是一回事 如果说大家的冷漠 会让有些人情绪失控 变得更加疯狂 做一些过急的主动 比如报复社会 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这个局势会失控 换句话说 我刚才提到这个物资保障 隔离区的 那个老百姓的 这个处于隔离状态 老百姓不管在湖北省里 武汉市里 还是说中国其他地方 如果他的基本的生活和保障 没有物资 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们 一定会出问题 啊 说简单点 如果个人问题 他可能会饿死 说大一点这个问题 他有人可能会就 铤而都解离保护社会 所以会让这个疫情 会更加的失控 如果政府 连这一点都看不到 也做不到的话 我觉得这个政府 可能也差不多完蛋了 当然了也有很多这个 因为咱们生活在大华府啊 很多这个方方面面的人 也都在说 也许这是最后的 一个序列的这个骨牌效应 这第一张牌已经倒下了 那但是呢 我觉得作为媒体来说 我我想很多其他的自媒体 包括一些海外的华文媒体 都在分析原因呢 都在找这些的东西呢 我希望我们ACM的团队呢 更多的是在考虑 如何下一步 怎么办 怎么帮扶 疫区 帮扶百姓 帮扶政府 帮扶这些医护人员 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来解决这件事 把这个灾难呢 降到最低 这是我希望我们团队 近几天要做的 也许要持续半个月 一个月 甚至更长时间 从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的角度 中国的话 它首先要解决资金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旧带没有资金 是巧妇拿为古美之春 中国政府现在只给武汉市 活了十个亿人民币 我觉得这个杯水车薪 至少这一千个亿 一千万人 每个人花一万块就这一千亿 你必须至少拖这么多 第一笔的资金下来 如果武汉市这个疫情没有复制住 然后扩展到全国 可以这么做 这个灾难性后果 即使做到现在今天这样 武汉市的这个状况 其实如果它顺利的话 这个代价一定是非常大 如果不顺利就是更加失控 我们昨天做了一个推算 三个月之内 整个这次疫情 如果中国政府做得好的话 可能会到时 差不多一百万人的死亡 如果失控的话 就是我都不敢不敢不敢说那个数字 但是两年前有一个美国的一个专家 在游行病学的专家 在说一个新型冠状病毒 如果是失控的话 全世界可能会造成六千五百万人死亡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惨的一个代价 所以我认为这个 这是不是说武汉人的事情 不是说武汉人 全中国的全世界的 这是这个人类的一个事情 是人类跟病毒做斗争 我们知道我们人类跟病毒做斗争 这个惨痛的经验 大概在六百年前 整个欧洲中世纪 黑死病就是一个鼠疫 然后导致人口锐减 很多地方很多国家的人口都死了50%到60% 然后整个当时死亡人数超过两千五百万 历史上有这么惨痛的经验 他的死亡率比战争还高 所以说如果大家轻视了很多人拿这个跟2013年的SARS来比较 这个是没有可弊性的 除了政府是不能政府在瞒报 这个是一样的 一样的不能 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病毒 传播的例子 超过之前的2013年的SARS 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轻 从现在这个派市来看 这个封城的举重来看 你们可以想象到 这个背后的问题有多么严重 所以现在要做的 我认为要做的一件事 政府官员必须要坦诚的把他们知道的事情 要公布于衆 让公众知道这个真实的情况 不要觉得说我们现在才十几十个人 周末私信上好像没什么问题 你要告诉大家这个风险有多高 让大家知道这个严重性 然后在家里好好的待着 然后呢去自我隔离 尽可能的将近20传播机会 如果说就是在家里自我隔离期间发现有问题 然后叫有人上门去把你就是开车接走 不要自己跑到医院去就诊 不然的话 你失控人口密度这么大 你失控真的是非常糟糕 甚至大家看到现在全世界都有了 美国现在六十几例的一色病例了 对不对 传播起来非常快 这个是以前在我刚才讲的中世纪 可能是要几年才能传到全世界 但是现在可能就几个月之间 可能就已经传遍全世界了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是对政府的要求 如果他们做不到的话 我相信老板也讲一句 我们不能依赖政府政府 第一他的能力是有限的 第二他本来那些官员都不作为 第三在这个大面积的这种灾量的时候 只能靠自己人人自救 我看到一个积极的小语道 我知道武汉市呢 这几天都有差不多六千位支援者 然后自发的开车去帮助那些医护人员 接送上下班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医护人员一线的医护人员 都是在超负荷的运转 每天度过十几个小时 大家也知道了有很多医护人员 其实已经是被感染 做出巨大的牺牲 大家互相都抵量 在这个特别的一个灾难的时期 全中国人都要互相抵量 而不能说带有色眼睛去看某些人 愤怒或者发泄情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就在面对现实怎么样去人人自救 然后有能力的话 帮助社会度过这个难关 谢谢 对 刚才您在说的时候 也有不断的有朋友在留言 当然我看五毛还是不少 这些就不再说了 希望五毛们也能够认真听我们来自海外的 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这个海外媒体的这个节目 也许对你们会有帮助 这个这一次的这个病毒啊 它的这个传播的渠道和它的杀伤力 那不是现在国内一些主流媒体宣传的那样子 你可以往最坏处想 我们只能这么说 因为我们是做媒体 我们不是专业人士 不能够去很快的辨别 哪些是来自这个专家的评定 所以呢 希望你们也能够沉着气啊 通过这一次的整个这个灾难 政府给你们提供的这些任务呢 你们也能够在这里 好好的看一看这些节目 对你们进行一次反洗脑 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此神离你们非常近 非常近 而且你们有可能是第一批 那还有一个朋友呢 就说到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要 要帮助的层面 还有一个层面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不知道秦先生想到了没有 也就是部队啊 已经进驻 武汉 进驻湖北 他们一旦 传染 感染上这个病毒 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如果我们推算不错的话呢 如果在这个封城会继续的话 在差不多一个月或者三个月 在一个月之内呢 武汉市呢 包括湖北省 可能会实行军管 军事管制戒严 这是我认为说是应该采取的动作 因为很快会发生一些 因为实物不足的这个社会动荡的现象 不然的话 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政府一方面 用军队来维稳的一个同时 第二方面 你必须要提供足够的物资给老百姓 用军队的力量来采购这些物资 来配送这些物资 来分配这些物资 为什么这么讲 我对武汉市政府地方政府 不是不是秦先生 就答断你一下 他的意思是 如果部队也敢忍 这个不用担心 因为部队的话 他必须得穿最好的防护给他们 如果连这一道班都失手的话 那基本上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小 因为第一是他们是外来的 第二个呢 他们一定会要 用这些东西去他们 比如说他们去上街去执行 或者说 颁配这些资源物资的时候 必须要阻止 而且我希望和军队介入去做事情 因为现在地方政府 我认为他们的行动能力完全不够 现在据我了解 他们武汉市政府 去紧急征集的 国有企业中百亿集团 上面一些物流公司 来配送这些物资 在短期内 在一个加压部 都有些物资储备的时候 也是不会出问题 但是马上这个 比如说出发之后 很多人家里淡尽两绝 出来采购 发现物资都没有了 很快就会股价暴涨 我认为说 靠地方政府自己来做这个事情做不了 你现在也不能依靠市场 画的这一样 来满足这个基本的需求 因为你一放开就麻烦了 放开这个病毒就是机密中 所以要取得这个成功 一定要不惜一些代价 然后最好我说要求他们去免费提供这些东西 因为你看起来好像我刚才说一千个亿子很多钱 但是如果你处理不好 你可能损失了几万亿的 这个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算这笔账 对好咱们还是回到这个今天我想和你讨论的这个话题 就是刚才呢 说了一部分是主要是对这个封城啊 包括武汉的湖北这边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建议 我现在也想听听秦先生对那些 接受到从湖北或武汉逃离的这些人 到了他们当地之后 当地应该提供哪些帮助 包括政府的民间的 应该怎么样做会更加有效 好谢谢 我看到当我看到这个 对了插一句 因为我看到你刚刚发了个推特说 如果不是堆切的这些石头 而是换成一排桌子上面放着一些食物水 卫问品有可能会更好 行好接着接着您的话题说吧 是 的确我们看到这个 如果做一个从武汉市或者湖北省出来的 这个老百姓看到想去外面 外面那个高速部路也堵了 然后或者那个国道都被挖断了 然后帮着大事都不让步 而且根本就没人离 把我们人民的剧烈在外 这种感觉都非常不好 非常非常心寒这样子 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病毒不是说武汉人的错 或者说湖北人的错 不要搞这种地域歧视 它是一个我们人类现在面临的病毒 现在它的来源在哪里是写的 还是说其他实验室现在的我们都不清楚 这个是大家人类面临这种灾难 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在传播 但是呢我们尽可能每个人 首先要自保的同时呢 为社会提供一点 不管是怎么样 要一个积极的心态去做 比如说我刚才讲 我们是可以 我们可以让那个湖北人 或者武汉人尽量不要 尽量不要离到你们的图案地方 我们可以理解的话的传播 但是你真的是可以提供一些协助 哪怕是食物 很多人仓皇的出走 食物也好 衣服也好 哪怕水都没得喝 如果能贴一些这样的东西 你写一些温馨的标语 大家也可以理解 我觉得这是当然是一个方面 那如果现在已经至少 这500万人武汉人出去了 在全国各地或者世界各地的 那尽可能给他们 就是说你武汉人自己 你告诉他我来自疫区 我也不是很确定 我是不是感染了 那你要首先自我隔离 有不舒服的话 要怎么样 各地方政府应该是提供一些 或者紧急征用一些 比如说民间的这么酒店 然后给他们集中去居住 或者当然也是一个人一间房 或者一家人住一起 或者怎么样 要尽量提供这些方面 然后价格尽量也是凭价格提供这样子 包括基本的生活不要有问题 如果真的是有状况 赶紧去就医 首先就是我们要减少二次传播机会 让大家也感觉到不早 我们没有被抛弃 不要让我被人出来 觉得说武汉人就出来 我们一夜之间被全中国抛弃了 对不对 以前过来 天天过来 好像突然觉得说好像不认识你了 就是你赶紧走 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糟糕 因为你躲不了你跑不掉 哪怕真的是你把武汉人都不走了 你的病毒你就传不出去了吗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对这个病毒什么状况 我们人类是很不知的 他就一种病毒还是有更多种 还是已经变种了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而且核方是已经有几百万人 已经跑了全国各地的 这个说做这种动作 我觉得第一没有什么用 第二个的说实话 可能会起到不变作用更多 还不如说大家积极的一起去面对 对不对 以前东国一直在讲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你现在是一方有难八方关门 对不对 这样子能解决问题吗 解决不了啊 是不是 而且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中国的各地地方政府 要提一个心 就是说一个政府 你要有一个应急的一个管理能力 对不对 障碍处理能力 虽然现在很多地方启动这个 什么二级一级响应 公共卫生事件 你看你们连这个物价都稳定不了 对不对 说明你们的政府管理能力很差 你们中央不是在讲什么 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吗 你们执政70年就是这个水平对不对 所以都要好好管理一下 老百姓还是暂停一下 不管是疫区的老百姓 还是外面的老百姓 不要觉得你现在安全 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大家不去解决的问题 没有一个人的安全 只能积极去面对疫局解决 你帮人家也是帮子 当然我另外提起点 如果都来自疫区 不管在疫区里面还是外面 尽可能的就不要再走动了 减少出门的机会 保护你自己 也是保护你的家人 也是保护别人 大家明白吗 因为他这个潜伏期 之前说是14年的潜伏期 现在知道是17年的潜伏期 而且有些患者 是根本没有发热的阵仗 至始至终没有发热的阵仗 所以这个情况 我们目前了解的知识就是这样 所以至少在家里 打个比方这样 你要静静的换到17天 是这样 你保护你自己 保护别人还好 不能到处逛逛逛逛 说走吧 害死害死 老爸你是因为一个小感冒 或者头痛脑热 想去看医生 这个时候非常仔细 都不要出去 是在家里待的 在移居里面 外面都可以 都是要在家里待的 谢谢 好 谢谢秦先生 实际上我也是做了一些思考 仅代表我自己的智商 就是很多接纳武汉人或者湖北人到就是到当地的或者是一些这个物工的返乡的这些地方呢我建议啊就是首先不能再依靠政府了要自要自制就发挥自制的能力村里面乡里面县里面一定都会有特别聪明的人又能干的人但并不在政府里面工作了 他们要自自己组织一些队伍开始干嘛呢 腾出一些呃房舍为这些来的人呢不要去堵路了应该把他们直接接就近接到某比如说某个学校啊 离这个路口最近的学校 把那里呢 搞成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 尖压他们 里面物资的弄的这个充分一点 各种各样的物资都要都要放进去 吃的喝的包括呃加热的呃 呃还有大家能够提供的一些呃防和治的 因为很多人他现在有可能只是感冒 有些人还没有呃就干压根就没有感染 还有一部分人他是有可能是刚刚有症状 这些人呢也要区别对待 那呃呃 如果是又有懂医疗知识的人参与进来 如果有当地的医院也能够配合进来 组织这样的一个别动队啊 也希望咱们这个节目呢 有这个政府里面盖实事的那些人能够看到 抓紧时间做这个工作 这个呢是对逃离的和返乡的 回到了某个当地这个地方上的人们 目前需要做的事情 我想不仅仅是秦先生提出来的 在路口摆上桌子弄上水 搞一些慰问品 我觉得你就是弄点慰问品 让人家又赶走了 又弄辆车让人家回去 他他妈睡到哪去啊 睡到马路上吗 然后困在车里等死吗 很大的问题 你必须让这些人口就不要再流动了 尽可能静下来 然后隔离起来 没有问题 过了20天之后 没有问题 他就知道了没问题 你必须要这样子 你不然的话就是这样子 那些人到处走的话 就像你刚才讲 你这个路途了 我们要走吧 人不能站在街上吧 是不是 对 这个我我我刚才 政府的这个不作为 我刚才看到这个 我这个咱们这留言区 一个叫东秀夫的这个哥们儿 他说他是住在红山区的 红山区是不是就是武汉的 那个大学集中的地方吗 对对对 我记得我是002年 在那这个首届校园歌手 电视大赛 我是秘书长 我在那里待过很长时间 跟那边这个也比较 也知道很多大学都在那里 那个地方 其实武汉这三镇呢 武汉三镇 应该是很多这种场所 除了大学了 院校了 是吧 还有一些宾馆 应该政府是不是指定 把他们腾出来 作为一个就禁 就禁 先把他们这些人隔离出去 也分成这个层次 没感染 刚刚感染的 觉得不太舒服的 已经有病症 已经有症状的 也这个确诊的 是吧 这严重的呢 因为你现在等到他们那个小 盖一个武汉的小汤山 是来不及的 来不及的 而且以前的床位完全不够 政府应该做的 马上去征用 这个官方 比如说体育馆也好 或者说这个民用的酒店 疗养院 他们像东湖边那么好的 对吧 对 对 对 我说的意思就是 这就禁嘛 就禁解决 就禁解决 那么谁有问题 觉得自己不舒服 就就禁到通知的地方去 根据自己的层次 然后分区 这样呢 有可能能够先把它给压制下来 但是 但是我还想再提醒一点 这因为这个是未知的疾病 现在我们 他们这个医疗医务人员 没有什么特效药去治这个病的 所以说大过数还是靠你去砍 就是免疫你去砍 所以呢 这个时候如果你感觉不舒服 你也自己要评估一下 是什么样的状况 他们现在是 我知道的情况 它是实行那个三级分诊 你如果觉得不舒服 那天打电话 他们有社区医生到你家里去测 然后呢 第二个方案 不能把你排除在外 带到社区医院去 去检查观察 如果确诊了 然后再帮你放到指定的医院去 这个三级分诊 这个是比较 我认为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但是这里面有个疑问 就是说 他的设计医生都不够 我认为他们是完全不够的 必须得加大这个力度 然后还有你们定点医院 这个床位医生要多 关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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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平 我们接到的 接到的这个消息是 根本就不接电话呀 忙不过来 根本就不接电话 忙不过来 他们管理能力 人手务力不够 就 完全不够 现在才这个点 如果说继续再生的话 我认为他不安心的 医疗系统会会崩溃 你医生都崩溃了 所以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要求说 他必须要紧急的拨资金 然后人力物力全部配上 才可以 当然我们希望说 他们的领导员 给力点不给力就滚蛋了 就是这样子 在这呢 插一个小故事 这个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啊 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检察院的某领导 今年拜年的时候呢 我我我给家人拜年 我靠找不着他微信了 给他打 他已经把我黑了 拉黑了 然后我就给他妈妈 呃 拜年的时候就问 我说 我这个哥为什么把我给拉 拉掉了 他说你天天罚那些 翻共产党的话 他怕影响他的管委 人家党管理好不容易怕上来 是不是 我就说呀 我们国内的这些政府官员 大部分都是都是这种水平啊 就像我这个哥这种水平 他们能做什么呀 我所以发动 我给这个东秀军 东秀夫啊 这个哥们儿 因为你一直在留言 我呼吁 你就牵头组织民间的力量 去做这些事情 你有多大能力 就赶快去做这些事情 比你在这儿骂我们 这个说我们是这哥那哥要强的多 知道吧 我们也不是吃饱了撑的 这些或者什么大过年的 做点给你们在这探讨这些事情 就是要给大家一起探讨一个解决的方法 我们ACM呢 还不是说非要去分析那些烂七八糟的事情 我们很想通过这个团队提供一些有效的方法 我们都是人 首先也都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想我们的智商都是够的 如果是政府的这些官员因为那个体制有问题 虽然他们聪明但是无法发挥 那么老百姓现在要自救 要自力更生 这四个字现在是真正要用上的 你这个秦先生您有什么要提醒大家 就是据我了解我们现在在美国手中 关城DC地区的 以我们这个湖北华人在这里履居 海外的华人为主的吧 然后我们募集了一些资金 大家纷纷捐款 我在前几天两三天前 他已经募捐了大概是一万六千美金 然后我们会去买这些就是口罩 然后防护服 那些医疗物资会寄回湖北武汉这样子 然后之前是听到消息 这个武汉市方面有关方面 不接受海外宣誓 在前两天才刚开始放开说 可以接受了 所以我们就赶紧可能会 会寄屏屏幕之回去 当然也不只是我们在做事 世界各地的我认为非常感谢 我看到有一个消息说 日本的一间公司都捐了一百万个口罩 大家都是非常关心这个武汉的密集 反而在中国国内 我觉得有些 有特别湖北乡丁省的那些做法 比较陌生 因为大家要意识到这个严重性的话 大家一起去帮助武汉渡过难关 其实是帮助我们自己祝福难关 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做会比较好 非常非常感谢所有的 全世界的关注武汉疫情的人 谢谢大家 祝大家春节愉快 新年愉快 谢谢 好 那咱们的节目 今天的连线基本上也就先到这里 我相信近几天会不断的 有新的情况还要发生 那到时候我再跟你这个连线 来做一些节目 来推动一下国内防和治的这个进程吧 尽一分我们的能力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 再见 谢谢 谢谢秦先生 那么 接下来呢 我还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海外华人呢 现在纷纷的在寻找捐助的渠道 如果你们有比较好的渠道呢 也可以跟我们这个节目下面来留言 那同时呢 那同时呢 也在这里给海外的华人 特别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大华府地区的华人说一下 这个近期呢 那确实也有很多从国内回来的这个朋友 甚至也有从武汉回来的朋友 甚至于我们也都知道 在大华府还有一个从湖北武汉来的团 那么我们这些华人怎么样来解决他们的这个担心 就是会不会有疫情呢 会不会有感染呢 会不会给大家造成麻烦呢 今天还听到了在这个乌顿学 乌顿中学吧 乌顿高中 好像里面也有一些这个祖籍是河南 而不湖南湖北这个武汉的同学 已经从湖北回来了 我想是不是跟大家说一下 这些从武汉从国内回来的朋友呢 能够自觉的自己先隔离个两周时间 这个 然后呢 就是已经回来的 已经在这的呢 那么我们也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然后来给他们提供一些帮扶 然后看看能够 这个不至于这个疫情呢 在大华府地区 甚至于在美国在有大的蔓延 好 今天的这个连线呢 临时决定啊 稍微有点 还没有达到我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要求吧 就是关于对封城的武汉 呃 居民 医护人员 包括进城的这些部队 啊 怎么怎么样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还有就是 对已经逃离了武汉 到了呃 某些地方的呃 当地的政府和民间的这个 呃 百姓吧 甚至于他们自发的一些组织 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我想这个话题应该是要持续下去的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近期再见 谢谢